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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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珍 吃饭了 树林 是你 你来讨债的 你来报仇的 我不想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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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别怕 我不是 我不是树林 我叫春华 是来伺候你吃饭的 你别怕 我看人 你 你想学会我的决议以后 你就一脚把我踢开 然后 你好当长珍 当四珍 我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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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老公 你先住手 别 你不懂的话 我逮你 太后喜怒 太后喜怒 他爱吃不吃 有的去 拿去 啊 我喻死你了 好 你没有 哈 我 我 你 你 你 姑姑 来 来 过来 你终于走进了万真儿身旁 虽然只是送衣服的活 但也算是待在贵人身边了 姑姑 我还没说你呢 万真儿虽然得到了皇上的信任 但他毕竟是长衣一名 你让我去伺候他 你可不能小觑的 皇上对他比对亲娘还好 前太后也对他客气得很 你看着吧 日后后宫之内 全是最大的将是此人 真的 我以为之前贵长被选中伺候吴皇后 比我强了 丫头 你姑姑是不会看走眼的 你呀 以后做事要认真要小心 知道吗 放心 姑姑 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的 上次要不是有我在场 我看进吴恒殿的 该是你 不逢其呢 我是怕春华得到好差事 所以才撑不住气吗 小布人责乱大 你以为李上公 真的相信我们说的话 他只是卖给我一个面子 要对付一个人 手法要高明一点 你再出纰漏 我是再也不会帮你收拾残局的 我知道了 姑姑 来 喝茶 来 喝 我可以帮我 桂枝姐 你看 真好看 来 慢一点 穿衣服 好 这边 小心 谢谢桂枝姐 真不明白你 以前每个被罚到吴恒殿干活的宫女 都是满肚子的怨气 只有你还不停地伺候她们 有一天我也会老 希望我老的时候 也会有人愿意细心地照顾我 进宫以后 我觉得我看到的 都是锦衣玉食 宫女们都貌美如花 那些女官们都气派不凡 可没想到这宫女 也有这样的人间地狱 想得出 我与她刚进宫的时候 也曾是国策天香 继肤盛雪 后来 真因开罪了主子 被打伤了脸 之后 我们就被编派到这里 干这些不见天日的活 我恨这座皇宫 我恨这里所有的人 成功的我恨 失败的我更恨 你这样恨她们 你会活得快乐吗 每天夜里 你听到她们的哭叫声 我的心就如同被蛇虫拭摇 不得安逆 可是 我不恨她们 不骂她们 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还能够重获美貌 我还能被重视吗 我们虽然帮不了她们 也救不了自己 不过我们总有能力 让她们过得好一点 你看看她们 都已经风筑残念 我们为什么 不能让她们的余生 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呢 也许啊 淳华说得对 桂枝啊 她们 就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临终之前 你也不愿意像她们这样活吧 好吧 那就尽力点累 让她们好过些吧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桂枝姐 怎么了 来 来 来 喝点水 你终于熬出头了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我又去恨谁 我要是不打你 不骂你 我这一肚子怨气 我去向谁发泄 你说这 李淑玲就是李上公 他常把人给认错 淑玲啊 你原谅我吧 你原谅我吧 淑玲 你原谅我吧 看来他已经不行了 他很想得到李上公的原谅 可是李上公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原谅你 原谅你啊 你帮我看着他 我去找李上公 你别傻了 李上公恨他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上这儿来呢 可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我不希望他带着遗憾离开这儿 无论如何 我都要去试试 哎呀 当心处弩李上公 你出不了吴恒殿 就是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李上公 你来干什么呀 我想见李上公帮我通传一下 都这个时候了 你不是被罚进吴恒殿了吗 跑到这个来干什么呀 李上公年轻之时 跟随过的刘长珍 现成在弥留之际 想见李上公一眼 你帮我通传一下吧 你知不知道李上公 跟那个人的恩怨 李上公会去见他吗 哎呦 你快走吧 吵醒了李上公 你可是在家一等啊 不 我不能让刘长珍 带着遗憾离去 求求你帮我通传一下吧 哎呀 李上公 哎呦 求求你帮我通传一声吧 哎呀哎呀 哎呀 李上公 还不快走 是 别着急啊 是 刘长珍 李上公来看你了 刘长珍 你怎么了 刘长珍 你怎么了 那个时候 我不打你 不骂你 我这满足子的怨气 向谁去说呀 我本来已经定了亲 就是因为婆家办丧事 没有及时成婚 就毁了我一生啊 就毁了我一生啊 我恨你 我真的是恨啊 我真的是恨啊 叔叔 我们都是后宫的女婢 除了互相欺负以外 这些怨气 又能向谁去罚呀 刘长珍 你别说了 快起来 不 我要说 树林 你恨我吗 你恨死我 我也不怪你 快就坏我们的命啊 我们为什么要进这个宫门来啊 刘长珍 我不恨你 你好好养兵 我不恨你 你真的不恨我了 是 我不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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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就 好了 你 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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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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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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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船能带你流出宫外 重获自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ό, Viktijo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 subjects ogіл开真的则思许 廖目 不少把握住了 我先回去想想吧 方上仪 殷四月 我想起来有一个人很适合当月宫 不知道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每个宫女都可以参加 只要技艺优秀都可以 没有给不给机会这一回事 可是她只是换衣局的一个宫壁 不知道她能不能去 方上仪提醒的是你又不是别人 月宫是以取义伺候皇上和宫中贵人 只要她技艺出众 宫壁也是可以参加的 真的啊 还有两个月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吧 嗯 我也可以去考月宫局 嗯 方上仪亲口告诉我的 韩湘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离开换衣局了 可是 可是什么 我连乐器都没有 我连乐器都没有 这些年 都是你拿上公局的练习乐器 来给我把握一下而已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看 就算我去考也考不上 还是你想的周到 你最擅长的是琵琶 你放心好了 我想办法买一个给你 那你呢 你不考吗 我 我知道贵肠的死 你还是放不下 你觉得自己救不了她 很对不起她 我也知道 你认为如果你过得好 会更亏对于她 但是你想过没有 贵肠她全下有知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又会安心吗 你已经尽了理 我知道 贵肠她也知道 你别再难为自己了 这次考越谷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也不去 你去我才去 那怎么行呢 我们三个人 是最要好的朋友 游戏于功 现在贵肠不在了 如果你每天都要伤心度日 那我就陪着你好了 韩湘 会长的下场 你也看到了 在后宫里 服侍主子 稍有不慎 或是运气差 死了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 如果被选进月宫局 那我们 只要表演技艺 只需要 让皇上 和主子们欣赏 就不用卷入 后宫的纷争之中啊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们一同去考 春花姐 你看一下价钱 古琴的价钱这么高啊 琵琶便宜点 你可以买两个 韩湘 韩湘 是弹琵琶的 我如果再买了琵琶 到时候月宫局 只要一个弹琵琶的 我们两个 就有一个要落空了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诶 杨琴便宜 那你帮我买杨琴吧 杨琴 娘琴你行吗 小时候我也学过 没关系 买回来 我一定努力的苦练 可以成功的吧 回来了 春花姐 你真的回来了 你说什么 以前的春花姐回来了呀 前阵子的你啊 不知道多让人担心呢 我会振作 我会再让你担心了 小孩子 谢谢你关心我 不用信 能关心春花姐 是小孩子我的荣幸 我有这么重要 当然有啊 宫中流传一句话 春花笑 吉星照 春花哭 被鬼捉 胡奏 真的 不信你去问啊 不跟你闹了 对了 还得麻烦你再帮我讨一趟 等我早够了钱 我再拿钱给你 你先帮我留意店家 一定要挑最好的 嗯 我一定会留意的 等你跟韩湘以后 都进了月宫局 记得 要为我弹奏一句 一定 你怎么带我从这里走啊 这可是我往后以前的寝宫啊 怕什么 又不是我们害她的 给零四正的点心送完了 轻则被骂 重则被打 那走快点 对 quitting 快日子 红花哭 bery子 评论 你知道makro 那 Andrew 我一定会拥 wish 我的人 还有我的事 你们在说什么 参见贵妃娘娘 本宫问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是说一些宫中的传闻 传什么 你们刚才不是正经经乐道地说着吗 说前皇后宫中闹鬼是吗 无稽之探 再由你们天尤家做变成什么样子了 王子 在 替本宫掌他们的嘴 是 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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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要乱说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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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刚才做了个噩梦 有贼人 蓝图抢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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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淑玲 林景云 参见贵妃娘娘 你们上宫局眼中还有我这个贵妃吗 贵妃娘娘息怒 如上宫局中有人冒犯贵妃娘娘 请贵妃名言 下属一定言成不赦 前皇后宫中闹鬼一事 可是你上宫局中的宫律传出 此事已经惊扰到皇上与本宫 你们可知最大 下属略有所闻 并以下令宫中个人不许再谈论此事 一句不许再谈此事就可了解 就是以你上宫局刑法太轻 以至于所有的宫女们不知理法 此事以讹传讹 实在难知谁是源头 大胆 以理上宫所言 此事是否就此作罢 贵妃息怒 下属可逐层查位 定可查出源头 与司政 既然你有办法 本宫就乐观其成 退下 是 历生 刚才下属也心想平息贵妃怒气 方才自作主张 说要彻查此事 与司政 这也不是头一遭 赵贵长之死 不也是为了平息贵妃娘娘的怒气吗 追查下去 下属死伤更重 好 那这次呢 你说要逐层追查 上宫局中 有多少人知道皇后宫中闹鬼之事 你要让多少人丧命 才能有个结果 我听说 当晚在前皇后寝宫遇鬼的人 是你的贴身宫女 你要成办 只能成办这两个人 如再动其他人一根汗毛 休怪我不客气 快走快走 别说了 马掌正 这是菊儿和兰儿 造谣生事 说前皇后寝宫闹鬼 弄得人心不安 被林思政判进了换衣局 你要好好看管 是 把他们带进去 马掌正 我们不是造谣生事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真的在前皇后寝宫遇到鬼了 我想活了 想死是吗 这去 带走 走 菊儿和兰儿都是七朝的好朋友 所以被派去伺候他顾顾林思政 想不到竟如此下场 我早就说过 正算贵城和七朝一伙 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在后宫之中 除了自求多福之外 谁也救不了谁 是啊 你说得对 真的是要自求多福 所以我们两个 这次一定要考进月宫局 改变我们的命运 现在委屈你 先用这个琵琶弹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存够了钱 我就帮你买一个好一点的琵琶 加上你的琴意 你一定会考进月宫局的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长宫与否 都不许你为我太难过 可是你的月宫 平常已经给我用了大半 哪还有闲钱 给我买琵琶呀 我不想你为了我 吃那么多的苦 宫中吃的喝的都有 哪有什么苦可以吃啊 你总是这样 为了朋友 不以为苦 不跟你说了 快点练习 来 娘娘 别喝了 小心身体啊 闭嘴 跟我出去 出去 闭嘴 你劝劝娘娘吧 确是没用的 只能是皇上回到贵妃娘娘身边 娘娘才会消气 除此没别的办法 王子英里 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呢 娘娘没有啊 你当本故龙啊 王子 你说 你们在背后 讲本故什么呢 你当本故龙啊 王子 回离娘娘 奴才刚才说 皇上已经多日 未到贵妃请公 看来是对娘娘 有所不满 情况不妙 你是说本宫 就会虚宠于皇上了吗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奴才只是担心 自从 我在娘娘身边 伺候那天开始 已将娘娘的荣与乳 寄予我一身 你配跟本宫相提并论吗 绝对不配 一事都不配 不过 我只知道 如果贵妃在宫中荣耀 我们在宫中走路 都可以抬起头来 如果贵妃受辱的话 我们永远被人看不起 我们跟贵妃就像 坐在同一条船上 贵妃就是船上的贵客 我们就是船上的船夫 做船夫的也希望可以 将贵妃顺顺利利 无风无浪 风调雨顺地送到彼岸 好一种例子 好 本宫如今面对闲逐 您有何两策 回避娘娘 奴才年长入宫 虽然走得不如他们快 力气没有他们足 但是 我有可取之处 就是要花娘娘一点时间 来寂寞我 说来听听 此计较一腿为尽 铁碧皇上 万贵妃夹到 他能说 朕忙着不想见他 可 臣妾参见皇上 免礼 臣妾知道皇上近日正式繁忙 本想不多打扰 但是宫中有规矩 凡妃平出宫 必先得皇上的批准 所以臣妾不得不来 向皇上辞行 辞行 你要去哪里 自从前皇后 众动身亡之后 臣妾知道皇上心有不安 其实臣妾 心中又何尝安乐 所以 臣妾希望到清华安 清修一些时日 一来为皇上祈福 二来也可以为前皇后超度亡欢 好 这就依你所造的 专妾出宫 谢皇上 王侄 在 命人备车 是 全切告退 太后 太后 什么事情啊 这么着急 宫中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万贵妃到清华安清修 还没有归期 真的 千真万确 奴婢刚听到消息 特意到宫门前去打听 亲眼目睹 万贵妃乘着马车离宫而去 一定是先皇庇佑 让哀家的皇儿醒悟了 你给哀家盯着点 切勿让前太后 在皇上面前 听得妖苦说情 是 奴才知道 谢菩萨 谢菩萨保佑 你没跟万贵妃出宫吗 我只是个送医的 平时连贵妃娘娘的样子都没得见 哪会跟去 还以为你可以趁机到外面去走一走呢 你知道什么呀 皇上与贵妃闹不合才让贵妃出宫的 要是热后贵妃失宫的话 我曾是她宫中的人 也会有什么好去处 你未免想的也太多了吧 是啊 贵妃连皇后都能整得那么惨 绝不会那么容易失宫的 但也如此吧 这首曲子 好像在哪里听过 就是春华平日常挂在嘴边的那首曲子 怪不得那么耳熟呢 她跟幻一菊的韩香很熟 听说想一起考进月宫菊呢 他们想考进月宫菊 我想没那么容易吧 七巧 我们该去送衣服了 不让她去送衣服 这首次是送衣服 我给不要清理 Enfincamp Group 眼镜 我心情 月宫局的乐器还是不行 还希望你再忍一些日子 再过几天 我的月缝就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就有新的阳琴 还有新的琵琶可以弹了 都怪我没用 什么都得依靠你 这怎么能怪你呢 欢迎局里面本来就没有月缝 等到我们一起考进了月宫局之后 我再慢慢跟你算 那你到时候一定要过算才是啊 那一定 真希望我们两个 都可以考进月宫局 以我们的情意一定可以的 看看他能不能修一修啊 什么以退为进 本宫在这个鬼地方住了三天了 皇上连一个口训也没来 难道要本宫在此 敲经念佛中老吗 娘娘啊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千万不要心急 如果娘娘呢 没有皇上那么坚韧的话 那这场仗肯定就会输的 那你说说 本宫还要在这住多久啊 快则三天慢则五天了 还要三天 五天 我还要是下车呢 我还要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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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要在这儿呢 感谢观看